在小区的后面停放着一辆烂机车,小区里的孩子每当晚上七点时便攀上车厢蹦跳,砰砰之声震耳欲聋,大人们越管,众孩童蹦得越欢,这天一个人对孩子们说,小朋友们,我们来比赛,蹦得最响的,奖励玩具手枪一支,优者果然得奖, 次日,这位朋友又来到车前说,今天继续比赛,奖品为两粒奶糖,孩子们见奖品直线下跌,纷纷补月,无人卖力蹦跳,声音熟悉而弱小,第三天,朋友又对孩子们说,今日奖品为花生米两粒,小朋友们纷纷跳下汽车说,不蹦了不蹦了,真没意思, 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,反之则让人心生反感,阿伦斯效应提醒人们,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,打一巴掌给个糖,比先给糖再打一巴掌要好